奥克兰联合学区是全国第一个使用全电动校车的学区 同时也率先测试从车辆到电网双向充电概念 让电动校车成为行动能源 汪荣泉报道 电动校车是由湾区运输公司Zoom提供 共有74辆全电动校车 Zoom还跟校车试行一项新计划 就是将这74辆校车电池中储存的电力迈回给加州电网 就像客户使用家中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多余电力一样 当校车重新插回底座时 电池的剩余电量将透过Zoom的充电基础设施发送回电网 而不是单向车辆充电 Zoom估计每年可从电池输送2.1GW能量到加州电网 该公司的目标是在全美增加1万辆双向电动校车 每年为电网提供300GW电力 美国费帐协会最近将湾区列为 全国25个污染最严重的大多汇地区之一 全年颗粒污染或是烟尘排放量居全国第五 电动校车可以为学生提供更清洁更安静的交通 去年10月 周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从2035年开始 所有新购买或是租认的公立学校校车 都必须实现零排放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